第一支个股推介是南方护心300反向ETF7333 经济日报投资二华总假选原因是 恒指昨天低见18,369点 虽然下午后导星收市 但港股弱势站难言已经扭转 恒指日后再跌穿底风险未除 内地经济复苏不均 人民币走约 美国加息预期等等 短中期继续困扰中港股市 策略上可以事机买入反向ETF 内地指数走约 护心300指数昨天村底低见3789点 收布3837点 策略上反弹如果受制前浪底3920点水平 可以买入反向ETF7333 提供一倍杠杆 但成交偏少 昨天成交不够96万